錄製 哇,聲音好像現在有點慢 這個是我2015年的MacBook Pro 13寸的MacBook Pro 剛剛看完蘋果發布會 今天就打算錄一集關於講 哇,你看很多Noise 這個是前置攝像頭 蘋果的M1 就像寶馬的M1 這個是 蘋果的手機 現在你們聽了是那支麥克風 我可以把它轉換成為 藍牙的麥克風去了 轉換這邊應該是比較簡單 我不知道能不能轉換得到 等一下我聽一下 Internal Microphone,AirPod Test 1,2,1,2 我看一下 內置麥克風 誒,難道要重新停止錄製 等一下重新停止錄製,再重新錄製一遍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 用AirPod錄製的這個聲音 剛才 聲音應該還有,我這邊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我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聲音聽 現在可以聽到 現在可以聽到這些 所以你能看到這個 聲音就是從AirPod 這邊 去錄製出來的 但是我把聲音關小一點 好,剛剛看完蘋果發布會 今天就聊一下M1 這個是我2015年花了差不多 一萬多塊錢人民幣買的13寸的MacBook Pro 當時可惜的是我不能夠 這個算是馬來西亞買的啦 但是當時可惜的是我不能夠買16G的RAM 所以我只買了8G,這是我最後回的事 但看完發布會,我是一個蘋果用户 所以這5電腦都用了蘋果 我用了13寸15寸 我很喜歡用蘋果的系統 然後我也用過很貴的PC剪輯 拍照視頻等等的這些東西 但今天就是 第一次用這一個筆記本電腦 來去拍攝這一個視頻 放在我的YouTube頻道 拍攝照片給大家看 有意思 你看到 它對焦可能對焦無上 就是我現在你們錄製的 就是蘋果13寸的MacBook 所以今天就來用這個MacBook 其實我也有相機 但是我就想用這個MacBook來錄製一個視頻 放在YouTube 也算紀念一下 我從來沒有用我的蘋果電腦 去錄製視頻 拍攝一個YouTube 放上去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一個紀錄 因為可能將來我會把這換掉 但是最可惜的是它的 LOGO它不是發亮的 當然M1出來了 然後寶馬已經先出了M3 才出了M1 然後蘋果是先出M1 才好才有M3 不懂我講什麼 自己去看 所以M1你會發現 你說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這個其實 像蘋果電腦的時候 以前很早期的時候 蘋果是用PowerPC PowerPC我忘記是跟誰合作的了 然後之後 差不多 是不是2000年還是左右 才蘋果用了Intel Intel的合作就差不多用了10年 就差不多到10幾年 就差不多到這時候 然後現在蘋果的網站 就 買蘋果的Mac的時候 就選一個M1跟一個 選M1還是Mtel Intel的 或者Spec 或者硬件 當你選M1的時候你會發現 M1它是沒有得選GPU的 就是你沒有得選 顯卡的 其實M1它是什麼 它就是顯卡 或者 內存 或者所有的 CPU全部 Pack and Blank 包在一起 所以這就像 以前我們 一個城市 一個工廠 宿舍員工 或者宿舍飯堂 宿舍什麼 都是在不同的 城市的各個地方 然後最後 就是有個工廠 是把宿舍員工 然後飯堂 什麼什麼 亂七八糟 全部變成封閉的東西 就在裡面工作 所以這是一個提高效能的一個東西 所以在看M1的時候 它的效能的確是在 傳統的電腦 個人電腦當中 一個新的領域 我個人是很喜歡用蘋果的 我的13寸的MacBook Pro 我一直都有留意它的 CPU跟GPU 其實CPU還是夠用 但是它的GPU已經不夠了 所以 五年的MacBook 一個蘋果的筆記本電腦 它基本上是用五年以上 你不會覺得卡頓 除非你是用很重的剪接 就像我現在看YouTube 它的 瀏覽網站 甚至現在是錄製這個視頻 我覺得都還 都還夠用 就是基本上 MacBook會給你一個夠用 兩個字用到五年 但是 PC或者Window 它是給你就用那麼兩年 就是爽那麼一年 可能一年就會越用越慢 越用越慢 然後所以 我現在用了PC 我還是不想去 所以可能 如果這個壞掉的時候 我應該就會選擇MacBook 是Air還是Pro還是Mini 我覺得Mac Mini是很有意思 很有誠意 699美金比上一代更便宜的一個性能 但是我一直很奇怪 為什麼它的RAM只支持6到16G 這個就是我個人所擔心的一個東西 我還沒用過 但是從剛開看的M1的時候 它的確這是一個蘋果的新的一個里程碑 它可以 可以講 只有蘋果能夠做到這樣子 就是Steve Charles曾經講過 當一個人 你越認真 對你的軟件的時候 你會自己去製造你的硬件 然後今天 蘋果終於完成了 這個M1 就是當然 Steve Charles已經離開了 但是你看到 出了蘋果 沒有人是為自己的軟件去設計它的硬件 今天沒有人 所以Intel是製作硬件的 但是Intel不是寫軟件的 Windows是寫軟件的 Windows不是製作硬件的 而AMD是製作硬件的 然後 但是AMD也沒有它的系統 然後Chromebook Chromebook也是製作軟件的 但是它又沒有硬件的 所以現在的公司 很多的電腦 我講是電腦公司 IBM或者是DEL 或者是什麼的話 沒有一個公司 既有軟件又有硬件 而今天蘋果發布M1的時候 就是一個分水嶺 所以可能將來的五年 這個就是蘋果跟其他電腦公司 拉開距離的一個五年 因為蘋果的公司 開始硬件 軟件 都是蘋果公司生產的 但是有沒有頭痛 有 可能現在很多東西 可能未必知識 但是這個磨合器 你看到蘋果已經走出霸氣的一步 蘋果已經走出 它想走的一步 可以很早以前想走的一步 所以 如果你還是用PC的話 或者是你講PC還是很好 可能還有很多PC重視用户 我相信PC重視用户 可能是用不光蘋果 但是一旦你用得光蘋果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很難會離開蘋果的生態系統 所以蘋果的成功不是它設計 不是它硬件 不是它人才 蘋果的成功是它軟件的成功 而這軟件的成功是在很早以前 它就打好了這根基 所以現在這個科技公司它的根基基本上完善 所以它根基可以強調它的手機 iPhone 它的平板電腦 或者iPad 可以再跟它的電腦整合 而這個整合不是 是基本上可以在電腦上面運行手機 或者是其他軟件 你是不可能 或者你是很麻煩 在Windows上面運行安卓的軟件 所以安卓是最多用家的系統 在智能手機上 或者包括電視上 但是只是在技能上 安卓是沒有電腦的 但是Windows可能是在電腦上是最強的 但是電腦上是因為很多公司整體的去買Windows的電腦 個人的話我相信 如果十個人裡面的幾個人有不考慮成本的話 很多人都會選蘋果 因為Windows之所以能夠生存是靠老闆 是靠爸爸 是不是金主 可以講金主 而蘋果生存 它就是自己一個生存 但是蘋果它賣的也是貴 之前的蘋果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價錢上 在Intel的蘋果上 在Intel上 蘋果是賣的蠻貴的 但是蘋果自從有自己的M1 自己的chipset以後 它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成本 所以我相信M2、M3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 關於蘋果這一個電腦的設計 所以以後我的電腦 我相信我應該選擇的也是蘋果這一方面 當然我並不說完全排是PC 但是你會發現將來五年 這個就是一個距離占的五年 可能將來五年 如果你想讓蘋果倒閉 除非就是在股票市場做空蘋果 不能這樣子 等下可能真的是有人 但是隨便發現很多時候 蘋果這公司的確根基整個形態 慢慢已經成為一個蛻變 已經成為一個形成 從用家 從使用當中已經開始慢慢成熟起來了 所以這個五年用的MacBook 現在還是可以用 還是真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從來沒有死過機 這個是我 或者我跟你講 我用蘋果MacBook的時候 這個MacBook我用了五年 然後最讓我持續 可能有死過一兩次 死機不超過五次 但是Window的 Window的筆記本電腦 電腦死機基本上 是不超過五天 不超過五天就會死機 所以你會發現 軟件跟硬件的結合 那個的磨合 那個的無縫結合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蘋果M1 我相信在硬件跟軟件上 是重新一個的整合 所以這就為什麼 當你用蘋果手機的時候 但是我這是iPhoneX 這是iPhoneX 可以看到它是亮了 看到那個一直在閃了 這個不是閃光燈 這個是一直發射的 臉部解鎖 距離的解鎖 可以看到它是一直去閃的 可以看到 這個現在都沒有 等一下就有 按一下 可以看到就一直閃 就是掃描 距離掃描解鎖 所以 Apple 然後蘋果電腦 還有手錶 蘋果的手錶 所以我用了整個蘋果生態系統 我覺得是 真的是太方便了 我還找不到其他另外一個 任何產品可以代替這些周邊的統合的設計 就算我的耳機 我可以在這邊拼 可以在手機上停 可以在手錶上停 可以無縫連接的那種轉換 真的是蠻爽的 所以M1 這一個意味著什麼 或者蘋果的M1意味著什麼 就是今天的主題 所以這個就意味著 蘋果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當你要開始去考慮這個生態的時候 你一旦進去了蘋果生態 你就會鎖在裡面 你很難會逃離這些生態 然後每年就乖乖的掏錢 哇這個真的是上不起 但是你會發現 但是這個生態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保險 他在講 當我們現在病毒那麼多的時候 特別是 哇我的頭吐了 當病毒那麼多 我講的是電腦病毒 病毒那麼多的時候 當蘋果用它自己M1的時候 一些舊的病毒 可能以前的病毒 未必能夠入侵到這M1系統 那麼容易入侵到M1系統 所以我這個是一個五年的蘋果 筆記錄電腦 從來沒有中國讀 它出了 所以基本上 但蘋果也是有它的漏洞 也是有它的毒 也是有它的病毒 可能會入侵 但是當你使用的時候 蘋果的電腦的確是 比其他Windows的電腦 我用的會更放心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體會了 所以當今天錄製的視頻的時候 它只是剛剛看完蘋果 其實蘋果昨天發布會 11月11號的發布會 我根本沒有看 我是今天早上睡醒的時候 我才看到 原來它發布了 然後發布的時候 然後剛才吃午飯的時候 無聊的時候就看了一下 我現在M1原來是 真的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東西 所以之前我講 我的筆記本電腦 一直在等蘋果新的更新 所以我會 現在我暫時應該不會馬上急著去買 因為這個不會漲價 可能以後 如果我先買的話 我最多是買Map Mini 因為Map Mini真的是 可以有機會去體驗 像蘋果的M1 因為699的價錢 的確是 或者講就講699這個美金 我講的是美金 699的價錢 你去買任何一個台式機 或者比C本電腦 我相信在功能 在使用順暢上 都沒有這個699這Map Mini 那麼的吸引人 當然你一定要選 最少16G的RUN 或者8G的RUN真的不夠 16G的RUN還要加多100 就799吧 算799 但是從蘋果的 或者講 當你用Windows的時候 Windows 799你買回來 我最多就是讓你用兩年 但是Map Mini 其實你可以用五年到六年 所以蘋果的壽命 在普通來講 的確是比Windows要長得多 還有一點就是 二手市場的價錢 蘋果在二手市場的價錢 在五年來講 蘋果二手市場價錢 可能就跌 還剩百分之40到50 然後電腦PC的話 二手市場價錢五年 可能你百分之十 或者是根本沒有人要 所以很簡單 就現在你的MacBook Pro 或者是現在你的Mac Mini 你在二手賣出去的話 你可能還能拿回 百分之30到40 至少看你的成本多少 所以現在一些翻新機 的確是賣的蠻貴的 所以這個就可能 我未必會買新的 但是可能會就是買翻新機 等他們出了M1的時候 就可以買翻新機 可能如果便宜的話 差不多五六百美金 甚至可能三四百美金 都可以買得到的話 哇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買來 就去使用 是蠻有事的M1 所以這個視頻就是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錄製 錄製蘋果M1 代表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象征 是一個風水嶺 也是一個 分到揚彪的一個地方 所以可能Intel 離開了蘋果 這個大膽的時候 Intel可能有很多的挑戰 你會看到這個光線一直 一直變 然後很多 這攝影頭 但是這個顏色還算自然 我覺得還算自然 好了 這是今天的分享 但是我突然就發現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蘋果的iPhone Pro 是比蘋果MacBook Air 還是MacBook Pro 還有更貴的 就是蘋果 蘋果賣手機 比它賣電腦還要貴 哇這個真的是搶錢 呵呵 我們下次見 我關起來 看來能不能停止錄製